虽然天子在你手里 但如果你想让别人尊重你手里的天子 起码你自己得先把天子搞得像个天子的样子 如果你自己都不把天子当回事 想怎么搞就怎么搞 你手里的天子就成了你的负担 别人就会以此为名义进攻你 这是必然的 董卓率兵到洛阳的时候 洛阳刚经历了十长世之乱 局势是非常混乱的 但朝廷大臣还在 洛阳需要恢复秩序 稳定政治形势 再逐步通过政治和军事手段 来逐渐控制朝廷内外的军政大权 等到形势稳定下来了 再逐步清除朝廷内外的反对势力 完成皇权转移 董卓的做法刚好相反 进了洛阳局势还不稳定 就二话不说 先给自己加官进决 先是司徒 然后就是太师 这对当时还讲究门帝出身 和家世的社会风气来说 等于就把世家大族得罪完了 接着就是费力皇帝逼死和太后 朝臣反对费力皇帝 他而完全不用任何政治手段 就直接拉出去砍了 这样 董卓就不仅没把天子放在眼里 反而给了各地诸侯 起兵反对他的口实 本来这时候的各地太守 四十等官员并没有多少军队 但是董卓把整个汉帝国的核心 也就是朝廷给摇晃了几下 就真正天下大乱了 各地的军守 四十一看机会来了 马上就开始以讨伐董卓 为名义招募军队 扩充实力 抢占地盘 即便如此 也还是有些人 乃新王室 并没有醒悟过来 坚决反对他 甚至还被他裹挟 跟着皇帝 一起迁都长安 但他到了长安 没有马上稳定局势 经营根据地 甚至连做一个割据军阀的觉悟都没有 干脆跑到秦岭边上 修筑煤雾 囤积前两 搞自己的地主土围子去了 这样自然把最后仅剩的一点 可以利用的天子名义 都自己葬送了 曹操的做法就成熟老到多了 天子和朝廷西迁之后 曹操虽然也参加了讨伐董卓的军事行动 但很显然并没有出多少力气 更重要的还是从中余力 扩充军队 抢占地盘 各地自雄先把自己搞成雄举一方的强大政治势力 但在表面上 他仍然和当时的各地诸侯一样 表示对朝廷很尊重 董卓死后 李觉郭四接踵而起 关中地区之前就经历了王国 马腾 韩岁之乱 这时候又经历了李觉郭四的火拼战争摧残 很快就残破不堪了 汉县帝和朝臣也分别被李觉和郭四劫持为人质 朝不保夕 最后杨凤寒先保护汉县帝逃出长安 迁回洛阳 但洛阳在董卓撤走的时候被大肆截虑 连皇陵都被挖掘了 汉县帝和朝臣到了 洛阳衣食无止 才派人向曹操求援 曹操派人击败李觉郭四的追兵 看到洛阳已经难以安顿 就把汉县帝和朝臣都迁到许昌安治 建立宫殿逐步恢复制度 朝廷才有个朝廷的样子了 随着曹操把汉县帝迎奉到许昌安治 洛阳周围的河南一带也逐渐被曹操占领 并实际控制 关中地区在李觉郭四相继失败之后 衣食无主也逐渐归附了曹操 比如驻扎在关中的马腾 也很快就以忠于朝廷的名义归附了曹操 所以说曹操迎奉汉县帝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实力上 都是有很大收获的 此后曹操逐步通过政治手段 一波又一波的清洗了 仍然忠于汉朝的势力 把汉县帝周围的进尘都换成了他自己的人 比如尚书另就由曹操的心腹谋士巡域担任 甚至连后宫也把自己的女儿送了进去 先是在一代照事件中诛杀了董贵妃 后来干脆杀掉了福皇后 把他女儿立为皇后 汉县帝完全变成了傀儡 即便如此 曹操也始终以汉丞相的名义东征西讨 逐步消灭各个割据势力 而没有一上来就蛮干 完全不把皇帝不当回事 反而帮助建立了朝廷的典章制度和威仪 以此来胁迫各地诸侯 至少在表面上不挑战他 比如马腾就在曹操以天子的名义照令下 到朝廷担任魏魏 马超也在曹操对袁绍的战争中 奉留守关中的忠摇之命 到河东参与作战 曹操从封卫宫到进封卫王 一步一步逐步走 让反对他转移皇权的势力暴露出来 并加以清除和消灭 在确保万无一失的情况下 才小心翼翼地完成了皇权转移 之后司马懿也招嫖化葫芦 完成了皇权 从曹魏向司马氏的转移 经历了三代四个人 从高平陵政变之后到最终窜取皇权 用了17年是何等的小心翼翼 就这样中间还经历了淮南三畔和夏侯玄事件 所以说董卓连做一个权臣都缺乏基本的素质 更不用说有些天子令诸侯这样的政治智慧了 董卓在控制洛阳之后的所作所为 只能用四个字评价 那就是胡作非为 完全看不出任何政治素养和智慧